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要打三针一个月一次打到每一年一次 其实跟猫一样 现在有搜索医研究讯息 某些针可以三年打一次 要和你的受医认真商量这一件事 就是这样 这个是最基本的 貓剛才說的都是基本上最基本的就是三合一或者四合一 通常三合一就是剛才說的FIN-LINE POWERFUL VIRUS 貓腸炎病毒 就是貓溫病毒 另外那個FIN-LINE FIROCHARCHIARTA 就是貓鼻液管炎病毒 另外那個就是卡西里病毒 有些會四合一加上鸚鵬熱 其實貓還有一些選擇的針 有些貓愛滋 或者貓Coronavirus 冠狀病毒 那些針 但最基本的就是我剛才說的 那幾個東西 就是最主要的幾個東西 貓狗都會建議打 我知道很多現在的人 會養一些比較古怪的 那其實有什麼古怪的動物 其實很多exotic的動物 包括我們說的small mammals small mammals 會包括小型的哺乳類動物 兔仔、天竺鼠、龍貓、Ferret Ferret 即是雕鼠、油鼠 甚至乎刺威 蜜代吳 這些在診所都看到的 但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刺威、蜜代吳 那些現在應該是不給養的 嚴格來說 我們在香港要拿牌 但是我們診所都會有機會 接觸到這些動物 另外的Raptals 就是爬蟲類也會有的 例如龜 其實現在龜都越來越多人養 越來越多人看醫生 蛇 那些都會有到的 其餘蜥蜥 包括了一些蘇絲蜥 其他品種的耳關 寵物主人要怎樣特別注意這些動物呢? 至於寵物主人要怎樣特別注意這些動物呢? 其實最主要要知道 他們首先在養的是什麼品種的動物 尤其是在爬蟲裡面 因為龜來說 水龜、綠龜、沼澤龜 其實養的那些全部都已經很不同 你一定要在養的時候 模仿它在野外的環境 是怎樣的溫度 要吃些什麼的 那些一定要知道 在爬蟲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在養的是什麼品種 以及要怎樣養 環境大小 那些一定要做得好 環境溫度一定要足足 那你說其養兔子 其實也都是一樣 就說這些small man 所以我常常說你一定要知道 牠吃東西是吃什麼 兔子不要只給牠蘿蔔 那些吃草的動物 牠一定要吃狗的草 因為草那些對牠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任何exotic其實都是環境 那些你要知道自己養的是什麼 環境一定要做得好 這是最重要的 而且吃東西也是一定要吃得對